泰国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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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佛牌又为什么会那么的灵验呢? 泰国佛牌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泰国佛牌的历史悠久 可以讲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与历史的见证 相传泰国佛牌 是由南传佛教与本土的法术 融合而来的 佛像经过高增门的开关 面积成了泰国 与许多东南亚地区 人心中最具有神力的一种生物 不同的佛牌 根据不同的师父 修不同的法门有不一样的效果 像招财 因缘 避小人贯费等等 泰国佛牌一开始是师父的一种回礼 也是师父的一个祝福 以往高增为了帮助贫困的地区建庙 修路 修学校 医院等等 因此制作佛牌赠送与捐赠者 以保佑他们出入平安 当时是一种回礼 那么因为以前的泰国 不像现在的交通那么的发达 从一间庙到另一间庙 往往需要走一段时间 或是需要经过一些森林还是什么的 佩戴佛牌是保佑捐款者出入平安 制作泰国佛牌的师父有很多 每一位师父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制作佛牌的方法 传统的粉牌制作是师父把选好的材料打磨成粉末 根据每位师父所修的法门 会有所出入 常见的是一些蚂蚁窝 师父的头发 寺庙的瓦片 想会挤出不同寺庙的泥土等等 把这些材料打磨成粉 然后在粉末上不断的写经文抹去 然后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直到师父觉得这一批的材料力量足够维持 然后再用不同的模具压成佛牌的形状 整个过程都有师父在不断的念经加持 到法会完成前经文都不会停止 那么这些圣物经过高层们的不断念经加持 甚至有些材料需要费时数月或数年 才可以达到师父要的那个效果 那么金属牌制怎么制作的呢? 师父会用一定塑料的铜片写下经文 然后把庙里一些金属老牌 大谷庙里的一些金属器等等 把这些材料交给工匠、开磨、熔铁、盗磨 师父会在一旁不断的加持念经 和监督整个过程 读照好后师父会再一次念经加持 以确保每一粒佛牌都注入了足够的法力 佛牌的力量来自于师父的修为、材料与经文 所以在制作佛牌整个过程 经文是必不可少的 直到制作佛牌完成为止 再有一位或多位的师父加持一段时间 可能一到两个月 又有可能三个月 才让信徒共请这一批佛牌 佛牌的力量源自于师父所念的经文 由高增诸禄念力开光 信徒们请佛牌之后回去 能让整个力量长半信徒身边左右 帮助开启好运以消灾 根据师父所修的法门和所收集的材料不同 制作的时间都会有所出路 所以要制作一枚佛牌真的不简单 之前的老牌没有及其待牢 每一枚佛牌都是师父的心血 所以师父希望三星们佩戴是佛牌的时 时候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星辰三年做好事 才会有佛法的保佑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与订阅